hih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通常往往發生一些比較大的地震之後 在網路上搜尋排名第一名的 就是一種東西叫做 救難包、末世包、救生包、逃難包的這些東西 那裡面除了放一些醫療器材 或是一些食物啊 或是讓你可以延長你求生能力的 還有手電筒之類之外呢 還有什麼科技產品是可以放在裡面的 我們幫各位找到了 經典再次回歸的 Nokia手機 但它帶了一點小特色 這支Nokia 5710 Express Audio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盒裝內容物等等 先跟大家講一下它的規格 它是使用了T107的處理器 那它的RAM是48MB 那儲存空間是128MB 它標榜的待機能力幾乎高達了一個月 而連續通話時間呢 也可以來到6.3小時 或者是7小時 它還具備了一顆30萬畫素 正面螢幕呢 是約2.4吋的一個螢幕 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使用 它內附的 對手機上就有的一個耳機 那它的價位也非常的驚人 它大概只需要台幣3000塊錢 盒裝內容物呢 就是這個 5710的手機本體一台 很輕耶 手機本體可更換的電池 然後大全配的 各位 充電頭 充電線 啊是micro USB啊 接下來就是這個各位 我剛剛說的 它裡面是有耳機的 它磁吸耶 磁吸是一定要的啦 然後就可以收在裡面 然後咧各位 經典的畫面出現了 好久沒有拆後被蓋了 喔 好久沒有整個被蓋都拆下來了 各位 是模組啊 那它呢 是 雙SIM卡加記憶卡 三卡槽的設計 那它呢 附了一個 可以放 SD記憶卡 那記憶卡最高可以支援到 32GB 開機的時間到了 它沒有電源鍵 欸開機了開機了 哇什麼表有手嗎 有沒有手 沒有手 哇 沒有那個手出來 我們自己幫它做 那它的螢幕呢 並不是觸控的喔 它還是要用按鍵的方式 來進行一些設定 它給你32GB的記憶卡 最大的功能其實是 讓你放照片 還有你可以放音樂的 它就是支援MP3的播放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螢幕的周圍喔 有沒有發現它其實蠻像一個 MP3播放器的 這些音樂的切換啊 上一首歌 下一首歌跟音量 米之鍵解鎖 欸好懷念啊 米之鍵解鎖欸 哈哈哈 我剛剛想說米之鍵在哪裡 那它的操作介面呢 就會回到非常復古的時候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傳說中的 30萬畫素的拍照 在這裡 30萬畫素的鏡頭在這裡 而且它還有閃光燈欸 那末世的時候就是手電筒嘛 接下來它的快捷呢 我現在發現了 它第一個 右上角的這顆快捷鍵一點進去 它就是進到了廣播模式 直接用欸 對啊我就說了就是 這是以前的標配 但現在的智慧手機沒有這樣的功能 其實蠻大聲的 對 否則的話 我們來看看它的聲音可以多大聲 可能 它可能面臨的困境 分貝機拿來 分貝機拿來 我一直很喜歡它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如果 受人尊敬跟被人喜歡 就能選擇一個 它會選擇前面的一個 受人設計 86.8欸 等等 它裡面有些遊戲還要付費 但是你點進去之後 它會跟你說 你要購買 終於來到耳機的時刻了 各位 身為一個耳機頻道 就是要來介紹耳機的 它是豆芽式 各位 短豆芽式的設計 看起來是並不具備 離路耳的偵測 那戴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它比一般的耳機 還輕的感覺 可能大概只有4克 4公克到5公克左右 先說說這個耳機 它的配戴感其實非常的輕盈 因為它真的很輕巧 雖然說它不是用耳塞式 但它的密合度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戴上去之後 就像吳快剛跟我講的 我講話會越來越大聲 連聲音呢也非常的經典 它很強調的是 大聲 就是你可以調到很大聲 你可以發現這個耳機 可以非常的大聲 然後它的聲音呢 就是 大概就是SBC到AAC 它應該也是SBC 差不多是SBC這種聽感 那可能在人生上面呢 就會比較糊啊 或是有幾層的造沙在上面 那種感受 那低頻的話呢 就是 濃濃糊糊的 所以其實各位 你聽的不是歌 你聽的是復古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身為一支我們推薦的 放在救難包適合的手機 它的五大亮點 來第一點呢 就是它有 內建廣播功能 這是現在滿多智慧影手機 所不具備的 等待救難的期間 你可以經過廣播 來知道外面的情況 或者是你可以更新 現在的一些資訊 第二個 是它可以更換電池 這是現在的智慧影手機 幾乎都無法做到的 幾乎 不是全部都不行 是幾乎無法做到的 你可以經過更換電池 去增加它的使用時間 接下來呢 也跟電池有關 就是它的續航力 光是一顆電池 570 就可以有高達一個月 將近一個月的待機時間 接近一個月啦 它沒有到一個月 而它的連續通話時間呢 可以是6.3到7小時 接下來呢 是 它有 雙SIM卡 這個雙SIM卡呢 在過去我們可能是說 商務人士必備 但其實在救難救災的時候 如果你有兩張 不同電信公司的SIM卡 等於說你可以吃到不同的基地台 提升你的求救的成功機會 這一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 最後呢 就是 救難救災嘛 這個閃光燈它可以變成手電筒 那 手電筒的情況下就是什麼 增加你被發現的機會 還有 它的聲音非常的大聲 我們剛剛實測了 光是鈴聲都可以高達88分貝 所以也可以讓你在 需要求救的時候 你可以 不是一直喊破喉嚨 沒有人來救你 而是可以用它來輔助你 去製造更多的聲音 來讓這些救難隊的人去發現你 那 那 額外的就是 還有一個很酷的東西 它內建真無線藍牙耳機 就是你平常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播放器 所以有些時候你甚至可以把它當作是什麼 爬山啦 對 爬山的時候 的一個手機 所以你除了自問你手機之外 它可以拿來當使用 備用的爬山用手機 它的電池真的很小 你可能帶個四五顆電池都會比你平常帶的這個 行動電源還來得更輕 那爬山的時候裝備已經夠重了 你帶這幾顆你看 以上呢 就是這一支Nokia 5710的快速開箱體驗 那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